今天的视频是教大家如何用剑鼠玩英雄联盟手游 英雄联盟这种操作感十足的游戏 纯手戳的话,很难体会到这个游戏的精髓 这次我们尽量还原PC操作,做到只哪打哪 其他的魔霸游戏也是可以的哦 先来看看效果 鼠标右键行走,点哪里就走到哪里 也可以长按右键走位,按S键停止 来个范围指向技能,长按技能键 鼠标用来瞄准,松开按键,直接放出去 精准打击,如果不想释放,单击下控格键 就可以取消技能了 连普通攻击的瞄准都可以很精准 鼠标在哪,小圈圈就在哪里 是不是马上就兴奋了 我们来个边逃边放技能试试 一眨眼,一顿组合输出,非常自然 再来看看视野,长按技键,移动鼠标 查看周围环境 长按按键,就是全地图 其他就不啰嗦啦,那现在就教你怎么配置 首先到K2.com下载安装K2 首次使用要激活,跟着步骤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只要安卓系统都可以 安卓平板也没问题 激活后,我们掏出键盘和鼠标 什么键鼠都支持 如果是蓝牙的,就在系统的蓝牙管理中配对 如果是有线的,就要借助扩展物 把键鼠的USB口插到扩展物上 扩展物的C口线插到手机上 设备都要给扩展物充电 手机支持HDMI投屏的 可以把画面投屏到电视玩 以上没有也没关系 有电脑也可以 安装K2电脑板 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 点击投屏按钮 键鼠就桥接到手机了 正常手机投屏延迟是70-90毫秒 如果延迟大的,可以选景控制 操作零延迟 一切都准备好了 把游戏加入K2中 点游戏图标进入配置详情 不想自己配置的 可以使用屏幕上的分享码 大家输入即可 我们启动游戏 左上角会出现K2的悬浮窗 现在我们需要在游戏中 设置一下 在操作与界面这里 找到技能轮盘激活 改成固定位置 如果不改的话 普通攻击就无法精准指向 再找到瞄准镜头辅助 把它关闭 配置调试完毕后 我们再打开 点击悬浮窗 如果用分享码的 配置就会出现了 你只需要调整下映射按钮的位置 让它对准游戏的技能 后面会教怎么调整每个英雄的指向技能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场景清空 从零开始教大家设置 首先找到并添加鼠标右键行走 保存 并拖拉到左边 回到游戏 右键点屏幕 就已经可以走起来了 但行走的方向和鼠标位置不一致 行走的距离也不够 我们调整下设置 把矫正角度选项打开 这样可以解决人物走动方向和鼠标不一致问题 再把时间因子调大 让它走的时间长一点 这个手机屏幕大小有关 慢慢调整就可以了 再回到游戏测试下 现在人物行走和鼠标位置完全一致了 接着添加一个魔霸技能键 设置一个快捷键 保存 拖拉到技能这里 回到游戏 长按快捷键 鼠标在各个方向试试 我们主要观察以人物为中心的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 总体来说 就是鼠标的速度跟不上技能的原心 我们回到设置 找到虚拟半径这里 技巧就是 鼠标在哪个方向跟不上就调大哪个半径 鼠标如果太快就调小 再测试下 垂直向上这个方向OK 水平方向也OK 垂直向下也是OK的 但是四个角没有吻合 我们回到详细设置 找到校正角度这个选项 打开它 再试试 这时 全部吻合 其他所有要瞄准的指向性技能都这么操作就可以了 再来说下怎么配置取消技能 我们回到悬浮窗 添加一个魔霸取消键 这里设置快捷键是空格 保存并拖拉到右上角这个位置 回到游戏 按下技能键 再按下空格键 技能就取消了 十分方便 这里再补充下 有些技能的取消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单独处理 我们找到这个技能的详细设置 在最下面这里有一个私有技能取消位置 我们打开它 并且选择这个技能私有的取消位置 保存 回到游戏测试下 一样也是按空格键 这个技能也取消了 还有就是地图 我们也是添加魔霸技能键 设置一个快捷键M 然后调整下虚拟半径 椭圆的上沿贴到屏幕顶部 下沿贴到底部 左右两边也贴上 再把左下角小眼睛点下 这样可以不显示这个按键 保存后 拖拉到左上角的小地图中心位置 还有查看人物附近位置也是 添加一个魔霸技能键 设置快捷键Z 把所有的半径拉到最大 关闭小眼睛 保存后 拖拉到右边空白处 回到游戏四次 长按键 移动鼠标 可以查看周边环境 长按按 移动鼠标 就是可以查看到更远的地方 最后缩下 其他基本的点击 点下屏幕 就会弹出按键入路框 再按下键盘就可以入路按键 这里是支持组合键输入的 一个一个把按键设置完就可以了 不同的英雄可以在场景设置里面复制在微调 好了 这就是如何用剑鼠玩英雄联盟首尔的视频 该2映射还有很多功能等你探索 包括剑鼠玩射击游戏 经过K22的配置 基本可以复刻电脑的操作 最后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制作更多的游戏教程